大家好,我是DaiDai 今天是给大家讲一个简单轻松的 念情故事 故事开始 公司就帮新来的员工小燕举办欢迎派对 突然男友来到求婚 大家纷纷为他祝贺 原来这是前男友小燕说 已经结束了,何必来缠着他 这时金组长看到了 金组长喝到醉醺醺的 一直发讯息给女友 哎呀,原来金组长失恋了 女友不要回他讯息 每次都会喝到烂醉 醒来什么事都忘记 检查讯息,你有回也不回 这时又看见前男友来骚扰小燕 小燕说,我们结束了 你来求我有用吗 前男友说,大家都出轨 不持平了吗 小燕不想和他纠缠 金组长听到了 老板介绍他们两人认识 大家要好好合作 金组长叫他看回以前公司的案例 以后会有所帮助 里头的同事都很八卦 一直讲金组长的是非 讲到是个痴情汉 你有给他戴瑞帽 他还叫女友别离开他 每天晚上来喝酒麻醉自己 到处发讯息 小燕也很八卦 告诉妈妈 这里公司有个男同事被人瑞 这时上班经过 金组长听到 要下班时 金组长约小燕去小酌 金组长开门见山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感情事 希望大家都保守秘密 人言可畏 小燕也说好 两人喝大了 大家都有点注意 这时好友来接小燕回去 小燕投怀送抱 搞到金组长 不舍得他离开 某天老板约全部同事去交友 大伙都玩到很开心 最后老板由于有急事 所以就给信用卡给他们继续第二 round 他们全部去唱K 小燕出去好久还没回来 金组长去找他 原来小燕喝到很醉 在马路旁发呆 金组长想拉他回去 可惜小燕发酒疯说 上次就想吻你 小燕突如其来给了组长一个吻 金组长拉小燕去开房 翻云赋予了一整夜 隔天小燕就想偷偷的离开 但是找不到小酷酷 没变 只好不穿的离开 两人回到公司讲起昨天的事 他们不约儿童的就说 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 浏览脸书时 小燕看见他们的交友照片 小燕有点想念金组长 他打电话给金组长 接电话的居然是个女生 小燕把电话挂掉 原来是前女友啊 金组长问他 分手了还回来干嘛 前女友问 你舍得吗 你之前每天晚上 不是发讯息给我 怎么说分就分 前女友叫他别假假 心里肯定还是想我的 某天公司里的同事 一直在讲小燕的不是 某个同事发错群组 讲小燕是狐狸精 新人进来 就靠金组长来上位 气氛尴尬小燕知道了 金组长知道此事很生气 小燕也因为这样而离职 老板说有事这挽留 但是他还是想走 金组长去找小燕 小燕说不想再回去那个是非之地 金组长知道再劝下去也是没用 所以就约他去吃火锅 当小燕要点酒时 金组长不让他点 小燕问道为什么 金组长说 醉了等一下我们又去搞啊搞 然后你没穿小裤裤就离开 怎么办 小燕很尴尬咯他还讲到那么大声 小酷酷还是马来西亚制造的是不是 金组长问道 为什么喜欢我不敢承认 小燕没理他一个人回家去 某天公司的聚会 小燕来了 他盖头换眼 做出反击 你在外面一直劈腿 我没讲啊 而你喜欢小鲜肉 我也不讲你闲话 有人是gay 我也没到处宣扬 为什么你们那么大喇叭 小燕离开时公司里的人大打出手 为什么你讲出去互相猜疑 三个月过去小燕年戏金组长见面 他跑过去赴约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祝大家有亲人 忠诚眷属 团团圆圆 中秋节快乐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